第13題 有關原子量的敘述下列合者正確 原子量是原子的相對質量 我們過去沒有辦法測得到一個原子的真正質量大小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它們比指尖的比值 所以我們找一個東西當標準 現在是以碳12等於12做標準 然後就可以定出它的原子質量大小的次序跟一個比值 所以呢選項A說是以氫等於1 當作原子量的比較標準錯的 現在是用碳等於12當作標準 選項B說原子量以公克作為單位 這個是錯的 這是一個比值所以它並沒有單位 選項C說原子量越大的原子表示質量越大 對的 這是因為原子量就是原子的相對質量的大小 原子量越大就表示我們的質量越大 選項諸說原子量是實際測量的結果 這個是錯的 這是我們一個所謂的質量的比值 而並不是一個實際測量的結果 第13題問我們說有關於原子量的敘述下列核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原子量越大的原子表示質量越大 我們有關於2